但是我觉得我们在形式上的地方 也不见得输给他 说句心里话 就是老板的尊严 洪总您就别再抬举他了 不是不是 我说句心里话 他这个是不对的 你知道吗 他其实最大的缺点是什么呢 就是所谓的特立独行 所谓的出众 所谓的了不起 所以他今天到这来 依然是要想展现他这个了不起 其实说句心里话 你的态度应该更平实一点 洪总 在说别人平和的时候 你已经不平和了 不不不 你已经输了你知道吗 从技术上你已经输了 不不不不是 我觉得 在这个方向上来讲 我觉得 大家对他的这个功维有点过高 那个洪总 洪总 其实这里边对他功维最高的是您 说得太好了 你是自己挖套自己线 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在非你摸手的舞台上 从来都不是小高材生 例如今天就来了个北大的天长 他在球迹的过程中 遭到了企业家们的打击 最后呢 他展示了自己的成绩 直接打脸企业家 我们一起来看看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吧 老师你好 欢迎欢迎 拿的是什么 拿的 这是我的简历 这是你的简历 这是这个 最近我个人给个人策划了一本书 也送给黄老师 还有送给黄老师 他都出了书了 叫 我最喜欢收书 不畏乌合 不从众 张天一著 对 书名就是两个字 90 这本书呢 主要谈的就是这个 我这样的90后 然后呢 因为在此之前呢 我已经在首都的这个 四十余个高校啊 办了这样的90后的分享会 叫把90梦 分享给9090个90后 通过这样的一个分享呢 大家一起来关注这个90后 这样一个现象 那么到现在呢 自己就出了一本这样的 一本图书 等于说是个分享的一个总结 对 你这个本科是在北京外国语大学 对 然后研究生在北大读呢 在北大 研究生那会儿也是因为 本科毕业的时候有个选择 我在大二的时候呢 自己开了 已经开那会儿天一晚餐馆 开了两家联组餐馆了 哎呦 你大学时候就开餐馆了 就创业了 那当时毕业的时候有个选择 就是说是继续把这个餐馆 做下去 那我就得全心全意的 投入这个事业 还是说我继续的这个读书 或者说有这样的一段积累的时间 这样一个选择 那最后的选择是说 我觉得我还需要积淀一段 那就去北大读个研究生 那包括做这个文化公司 给他们做策划 做营销 包括这个单位给他们做法律顾问 我这个卖过保险 练过地摊等等等等 加起来呢就得有七八个吧 这样的一个 但是你挺有意思的 你看你的经历这么丰富 但是你在这个报名表上呢 就写了一个北京大学国际经济法硕士 那你今天来找工作 是要找什么方向的呀 图书策划类的 图书策划 为什么要做图书策划 因为很简单 我是学法律的 但首先呢 我先明确了一个 我不想从事这个法律相关 虽然我学了六年 因为我这个专业呢 在我的理解里面 法律有两个层次 一个是作为这个职业技术的法律 比如说做一个律师 那我不想做一个技术层面的 这样的一个法律工人 我这六年学校里学到的 除了这个书本 我认为更重要的一个是法律人的思维 那这个思维 它我觉得就不限制了 无非你 无论你去从事律师 你去干图书策划 我觉得都可以了 包括这个策划 因为策划 咱们一聊起这事 好像就是做事件了 做热点了 媒体宣传了等等 这样一系列 那我觉得这些可能 它是这个战术层面的 战术层面 战术层面的 我觉得真正好的策划 你要有文化的利害 看一下面前12家企业 12个BOSS 给你数秒钟时间 灭掉一盏灯 这家企业你肯定不会去 好 那个YBC 哦 路总当时离奇 谢谢 好 余下的10位BOSS 请选择 好 祝贺张天一 11家企业全部留灯 接下来进入天生我有财 陈浩 其实天一我觉得你是我在这个舞台上 90年前后来的我最佩服的人 真的 因为我刚才一看你的名字 我就觉得耳熟 因为你发明了一个9.0禅戏 我上网一搜 你必须 其实我也出过书 但是真的咱们的营销做的比它low多了 你可以上网查一下 它在充分地利用一些试点营销 而且它发明一些概念 所以其实你是属于 在大学生里头 很早就开始有创业战略的 你真是称得上战略 你的每件事都是在积累你的体验 甚至我认为今天你来找这个工作 也是你战略的一部分 哦 此话怎讲 其实我觉得我现在也搞不清楚 因为我觉得你已经零下于我想那个问题之上了 因为你不用很简单的营销手段 就是我们都很俗了一讲 就是怎么发行什么渠道 对吧 其实你倒反而站得比我们境界高的 你用无成本的营销方式 他今天把书带进来不就是一种营销模式吗 对 所以如果一般人我们会很反感 我们会打击你 但是我百度以后我是很敬佩 现在这老板看完你的书都不敢打击你了已经 哈哈哈哈 这个你这么小岁数怎么能当中国梦讲师 还是北京市教委的 因为他会选拔一些有代表性的 有思辨性的人加入到他这个 讲师团各个年龄层的都有 你当时什么观点得到了这个认同和得到这个 实际上就是讲我的经历 然后启发出一些发散性的东西 视频介绍呢 可以知道这个北大的天才呢 不仅学历出众 而且个人能力也非常的强 他出版过自己的书籍 也曾做过讲师 语言表达能力可谓是可圈可点 而且他的思维逻辑十分的出众 那么他能否求这成功呢 我们接着往下看 我的问题特别明确就是说 以你现在的能力来讲 去寻找这样的一份工作 喊帅的说不是很难 那么为什么要去 非你莫属这样的平台去找 而不去 直接投简历 直接去投简历 直接去这些出版集团出版社 出版 那么你这样的行为 更多的是找工作呢 还是更多的是对你输的一种营销呢 就像陈浩说的 这是你的计划的战略的一部分 你去投没投简历 出版行业还真没有 那你为什么不投呢 你想做图书策划 问题又来了 对 因为出版行业好像目前 在北大的校招 我还没有看到相关的 不一定非要校招啊 对自己去投啊 无论是国营的 还是民营的出版行业 其实对于图书策划来讲 其实都是稀缺的 这个陈总就是把我逼到这个份上了 因为在我心目中 最牛的这个企业 就是咱的战斗文化 你不用说 这个高帽子戴着无效啊 天一 你就是从他来了是吗 小伙子 对对对 可以这么说啊 你把这个话给逼出来了 最大的弱点是什么 我最大的弱点在于 我这个人可能更擅长于这个宏观的这种布局也好 可能因为受限于社会经验 或者是个人的人生阅历 我还是会感觉到 在做事情的时候 会有一些具体执行上 还是有些不多 想法多一点 具体执行上经验差一点 对 结合刚才所有的现象 你的表现 老板的表现 我特别有感触 什么感触呢 行而上者未知道 行而下者未知弃 以你23岁的年龄 得到如此 很不容易 经过了很多思考 而诸位老板是石操的典范 所以才会在刚才的过程当中 谈到道的同时 方法的同时 他们说不过你 你甚至觉得 不是一股道上的车 谈不到一块去 所以刚才战略文化的陈总 才会觉得 他们胡说的那些问题 把你都搞乱 他已经忍了他们很小 但你真正的缺点 就是你擅长宏观 道的理论 而对于石操的方面 你有所欠缺 所以陈总才把你逼到了私教 所以在这个地方较量 你根本无法跟他们较量 他们是石操的典范 但谈到道的顿悟 他们又不如你 所以我今天更希望 在接下来的过程当中 你们各方面优秀的人士 能够达到一个很好的结合 不要谈彼此不熟悉的领域 而要互相的结合 才能互相的欣赏 说得好 陈老师说得很好 但是我觉得我们在 形而上的地方 也不见得输给他 说句心里话 他为老板的尊严 洪总您就别再抬举他了 不是不是 我说句心里话 他这个是不对的 你知道吗 他其实最大的缺点是什么呢 就是所谓的特立独行 所谓的出众 所谓的了不起 所以他今天到这来 依然是要想 展现他这个了不起 其实说句心里话 你的态度应该更平实一点 洪总 在他别人平和的时候 你已经不平和了 不不不 你已经输了 你知道吗 从气势上 你已经输了 不不不 不是 我觉得 在这个方向上来讲 我觉得 大家对他的这个工尾有点过高 那个洪总 其实这里边 对他工尾最高的是您 说得太好了 你是自己挖套自己线 你知道吗 十一盏灯目前全亮了 看看这轮之后 还有几盏灯为他保留 各位老板请选择 祝贺张天一 还有六家企业留灯 我们来听听 他们提供什么岗位 来 从曲本这开始 世纪家园 人家肯定不去的 你干嘛留灯啊 但是我很看好的 你又看好他 我觉得他其实现在最大的 优点很多 我们不说了 最大的问题是不能接地气 所以我给你留灯 我能提供的职位是 我们做品牌 市场专员开始 因为理论上是 你要应该向总监回报 但是我觉得你真是个人才 直接可以向我回报好吗 你看看吧 前面打得越狠的 那个最后给得越好 来 陈总 我可以给你两个职位 因为你说想做读书策划 但是以你的经历和过程来讲 只能从文字编辑开始 那么一个岗位 是文字编辑这样的一个岗位 那么另外一个呢 是版权 我们的版权助理 这个岗位 说实话都是从基层做起 有思想准备吗 这个跟我设想 可能有一些出入 低了一点 你看 来吧 陈总 天一是我的小老乡 湖南孩子会读书的 这是出了名的 我给你留的职位是 品牌推广部 负责文案的工作 加油 天一啊 我非常看好你 而且福能集团 在过去十年中高速发展 我绝对不会错过 像你这样的人才 而我给你的岗位 就是我们福能集团的策划专员 你的升职空间会非常大 王丽 我们公司能提供的是 这个市场部的策划的岗位 工作地点也在北京 长好 那个天一啊 有些老板以为你 你冲着他去 所以就给你特低的职位 他失算了 我跟你讲 那个优胜教育 这个加盟事业部 下面有个少年派项目 这是现在填补 国内素质类教育 一个空白的重点项目 这个课题 我们还得到北京市政府 奖励的这个100万 每年还都会讲 那我们想让你来做这个项目的 文学艺术方面的研究院的主管 专门给孩子的素质这方面 做客人开发 工作地点 北京 而且离你学校很近 我们那种 是因为求职者无意见的动作 引发了其中一位企业家的质疑 企业家直接怒测这个北大的才子 不得不说 作为一个面试者 企业家们应该摆脏自己的心态 那么这段小插曲 会影响小伙子的求职结果吗 我们接着往下看 好 你就开始要选择 建想 我能那什么 没关系 我就补充一个 因为大家很多人 对那个出版行业不太了解 是这样 因为你想做图书策划 其实在我们这个领域来讲 更多叫图书编辑 那么很多人对图书编辑不了解 我举一个形象的例子 大家可能就容易理解 图书编辑这个职业 很像医生这个职业 那么比如说你很难见到一个刚毕业的 哪怕是协和医科大毕业的这样的一个医生 可以做主任医生的 这是不可能的 都是要从临床 实习一开始 图书编辑一样 所以说如果一个应届的毕业生 想做图书编辑的策划这个领域来讲 基本我可以告诉你 98%以上是不可能的 我觉得这个概念被偷换了 这个你用医生举例子 就是严重偷换 医生可能是不能跳跃这个的 但是很多行业都可以跳跃 比如一个设计师 在世界上游历过的设计师 绝对比一个在村里待过 我不能说 我不能断定其他行业能不能跳 但是就我在出版行业 从事这么多年来 从图书领域来讲 是不能跳过去的 因为他必须每年要看多少万字 他才从文字当中感受到 他后端策划的很多的思想 我原先跟他的观点一样 我们研究院只用有 长时间教练 优秀教育经验的人来 才能参与 从来没招过应届毕业生 但从去年开始我们开始招 为什么 因为我们突然发现 这些应届毕业生 给我们教的一些稿子 是我们争的一些稿子 反而被学生喜欢 更接地气 很多教成惯性的人 反而不容易开发出这个东西 所以我们觉得 带着创意带着履历 就是可以大胆用 两位豹子不同的领域 会有不同的实践经验和感受 也给我们的观众和求职者 一些不同的观点 走过去灭掉其中四盏灯 好吗 请准备 这个我有些意外 我们请被灭灯的四位boss 暂时离席 旁边休息 好 我们请陈浩 曲伟 谈钱 不上感情 最后为什么灭了 战路文化的陈小辉 给的岗位太低了 不是太低 是因为这个陈总说 98%的人 都要经历一个这样的过程 那我希望我是2% 那既然这个理念 跟咱们的陈总有出入的话 那我觉得可能这个平台 它可能不是最跟我最融洽的 这样的一个地方了 这个环节上我看到了90后一代 跟我们这代的不同 优胜教育或者世纪家园 或者是谢谢再见 请准备 优胜教育或者世纪家园 或者是谢谢再见 请准备 那还是谢谢 再见 有志气 在最后的时刻呢 这个小伙子也输出了自己来求职现场的真实目的 那就是希望能够与企业家们合作 显然这位北大的才子并不愿意去做一名打工仔 他的目标是成为老板 相信他在未来肯定是能够成功的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聊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